人想要身体健康就要多吃膳食纤维,少吃一些馒头面条,糖分太高了,我现在每天都要喝一碗这个山药葛根玉米糠,它的配料只有玉米,山药葛根都是好东西,没有添加和色素,粉质特别细腻,吃的时候也非常方便,只需要开水冲泡,搅匀就可以吃特别浓的玉米香味,这款超划算,拍一份得三大罐,还有杯盒勺赶快冲吧。 吃不完的小葱不要扔,教你一个好吃的韩式辣葱,甜辣爽口,比辣白菜还要好吃,这种香葱,吃起来更脆,而且口感不太辣,洗净晾干水分,直接加这个辣白菜腌料,它里边有鱼露等家里不常用的一些调料,做出来味道正宗还省事,当天做当天就能吃,黄瓜白菜酥子叶这样做都好吃,冰箱冷藏可保存一周时间。 每年秋天贴秋标,北方人的最爱就是这碗羊汤,炖羊肉不用那么多花里胡哨的调料,讲究的是汤色奶白,鲜而不山,羊肉选这种腿肉,再搭个羊磅骨,冷水浸泡两小时去血水,煮的时候第一遍冷水下,焯掉血沫,第二遍开水下,出来肉质更鲜的。 加一点葱姜,调料就放这个专门炖牛羊肉的,家里的卤料包有大料,肉扣一类,和羊肉不搭,再加块跟老板要来的羊油,小火炖40分钟,炖到汤色发白肉软烂,加上白萝卜,加点盐再炖5分钟,看着没啥调料,但吃起来特鲜,喝汤的话可以加少许胡椒粉,羊肉是手把肉的口感,配蒜蓉辣酱就行。